《道法罪》 那我们谈这个道法罪 那上回提到这个密教假如没有传承 那你自己看着书去学的话 没有师父教你 就被称为是道法罪 甚至你没有受过这个法的灌顶 你自己去学也算是道法罪的 邪密教应该有自己的根本上识 这个就是代表传承 因为密法里面有很多的锁印 不是在书上写一写 你就跟着笔 可以笔得出来 另外像我们做附魔的仪轨 我们在做附魔当中 你看这个附魔就是Playfire 那很简单 你们去看这个师父做附魔 师父把东西蹦蹦蹦就丢下去就好了 那么结个手印 结几个手印 好看 装扮得很庄严的佛坛 非常的庄严书生 佛一直在烧 你看到师父做了以后 回去你跟着做 你不知道其中的含义 你没有上师教你 你也不知道 简单举一个例子 这个加持念珠 这个念珠啊 师父在做这个附魔的时候 这个念珠是要加持的 那么他会这样子转 这样子转 然后又交到这一手 然后两手旋转 这样子转到西空 又这样子 又转这样子 又转两转 然后呢 念珠拿起来 就刮好 诶 你回去就照做了 回啊 很简单啊 这一手移到这一手 转一下 又拿起来 又转过来转过去 你回去你也做附魔 你也这样子转 但这里面呢 有用意念的 你要知道它的象征 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一只手呢 接了 就是这一手 亲近 接这一只手 这一手就变成亲近 旋转 就是亲近的法轮 在旋转 双手挤起来 是西空中啊 这个你的附魔本尊 站在西空之中 放光加持你的念珠啊 这个时候要用意念呢 用你的心中的意念去想 西空中的本尊在西空 放大光明 照你的念珠 使你的念珠 得到了加持力 以后这一手亲近 这一手亲近 转法轮 回到身体 放走 就表示你的前身啊 全部都亲近 这个不讲解 你观在外面看一看 你回去你也做父母 那你就不知道 其中的 要怎么样子的观想 师父不教你 你不会知道 这个叫平对平 可传就是在这里 这个是要可传的 所以啊 这个师父 根本上是传法 弟子得到的法 他要得的权 就是说很完整的一个仪轨 是必须要上师可传的 这个是密教在学法过程当中 跟一般的险教 不同的地方 做个父母 这个加持念珠 不过是仪式之一 很多的 所以做父母的时候 很多的观想 很多的观想 一直在里面 在运转 要观想 索印 咒语 一直在 这样子 三页 一直在亲近的 一直在做父母 做火供 所以密教的种种的仪轨 最好还是有上师传你 才不犯到法罪 那么其中也有说法 所以你要结大伦金刚所印 这是大伦金刚所印 大伦金刚所印 你所结大伦金刚所印 念大伦金刚咒 所作一切法 不算道法罪 这也有一个说法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大伦金刚的咒语 大伦金刚 这个圆满的所印 可以化解掉一切的障碍 变成亲近 也就是说 你所做的一切的法 就不算道法罪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不算道法罪的 就是你要观想历度母注定 度母历度母注定 所结历度母所印 历度母所印 是这样子 历度母所印 所结历度母所印 然后念七记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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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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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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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了七个哈 就代表没有道法 因为历度母也是一样 一个传承 是一个传承 这里面有说法是 释迦摩尼佛当初在菩提树下的座的时候 是历度母本身注定 释迦摩尼佛他本身成佛 可以讲是没有传承 他自己去悟出来 但是在菩提树下的时候 因为历度母注定 有历度母本身的传承 产生了度母传承 所以今天的说法也是讲说 你要修法 除非是大伦金刚 跟度母历度母 给你做了法 那么你没有上师给你教法 也不算是道法罪 他是这样子讲的 然而我是这样子认为 现在的密教很普及 有很多的上师 像我们征服中就有很多的上师 阿世雷出来 所以你是最近的 去求最近的上师给你冠底 你就不算是道法罪 你写一切密法 你去求灌顶 你去求皈依 求灌顶 你来写密教 这样子就不算道法罪了 古代比较难 古代你要找一个真正的上师 很困难 要翻山 要过海 你才能够找到上师 给你做皈依 做灌顶 今天就比较普及 所以我认为 要不犯这个道法罪 最好是找上师给你灌顶 给你皈依 你好好的是写密法 那么求上师亲口口传 教你真言 咒语 教你索印 教你种种的观想方法 OM MANE BEMIHO OM MANE BEMIHO OM MANE BEMIHO MING PAO CANADA